為在家族館落草鄉的上帝社区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社区 但是社区既然有大大的社区 人動感與人鼓勵 在社区發展效果 前後人理事長的斷念之下 既然中東為社区 競合的目標努力 將上帝社区 應作為一個充滿的 屬開設的社区 也讓中部的第三個社区 應作的過程當中 找到組織和新主幹 展現自己的隔壁 為在家族館落草鄉的上帝社区 將給社区一載社区的每一個角落 自社区入口的菜匯表記開始 由我到來 都是社区發展效果 正正理事長的地方 運用多當的時間 自政府社区疾民共識到人道開始 一包一包讓社区疾民願意走出來 共同為社区說聲音樂 在我做社区營造的時候 早期我是先從軟體的教育開始 我教育社區的居民 怎麼去愛護我們這塊土地 我教育社區的居民 在很多不同方面的觀念 我們互相去做溝通了解 然後進而再去做到 慢慢地去改進做到社區的硬體方面 你們從入村子口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 我們就慢慢地從村子外面 在這個170縣道上面 從外慢慢往裡面 去做了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過程中從軟體的教育 到硬體的設備的建設到現在 我發現到社區的阿公阿嬤 或是社區的居民 他們認同我這樣的做法 雖然是比較慢 像我都說像烏龜在走一樣 可是我們是走比較長久的 雖然是在社區的中部 我也開了不同的課 那這些課程裡面百分之八十 我們幾乎都是以藝術創作比較多 所以各位看到的這些牛 都是我們社區的長輩 然後大家互相幫忙去把它完成的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創作 我們有做編織 在樹上面做了一些編織 那這些編織呢 是由老師帶領著社區的阿公阿嬤 跟學校的小朋友 叫做代監學習跟代監活動 然後在這上面做創作 社區中部的藝術創作 是像在社區做定規的祖散 在社區旗面無數的風險跟社區之下 社區先在那裡會整個美食館 但是中部的外奏 竟然一步為阿公阿嬤出外奏 讓中部的在參與社區外奏的過程中 找到新酒館 各位所看到的這些畫呢 都是我們社區長輩的畫 這個貨櫃美術館呢 我們不定期會把它的畫拿出來展 然後給大家看他們的作品 那長輩從來沒有想到說 他們的畫可以掛在這社區裡面給大家看 還有他們的畫可以去開畫作畫展 還可以做還可以出書 那他們也真的是越來越厲害 我手頭上這一張呢 其實它叫怡座 阿公已經走了 那這些畫 對他的小孩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永恆的紀念 很懷念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 我們畫了不同的很多的素材啊 一直到今年我們嘗試不同的水墨 不同元素不同的水墨畫去做 那這些畫呢 80%都是由一宗的鄭比方老師教我們的 然後教長輩的 那他們也其實越來越厲害了 他們的畫這麼多 畫了這麼多畫 想要讓更多人看見 我們從去年開始慢慢的把他們的畫 去做一個另外一個轉換 文創 這幾年很流行的文創 那文創不是只有年輕人 長輩也可以做文創 那在這一兩年 其實大家可以期待 我們有更多的不同的文創上面出現 那上面用到的東西 全部都是這些長輩的畫 現今社区發展協會理事長林總盟 也援描述真正理事長的理念 在社区其民共同合作之下 將社区來原本方緒的土地 中心經理先為社区公園 提供社区其民一個 投降人的畫動空間 這個定位社區公園是去年年底 環保局把這一塊交給社區管理 第一階段馬上先整理 然後因為錢不多 只能整理這個草皮 你們現在看到這個草皮 當天有五十幾個志工來 五十幾個志工 他年齡層包括八九十歲 到現在的小學生 全部都有 這個覺得蠻讓人感動的 因為我們村莊一直強調說 某部分要提升要點藝術 所以包括音樂 包括繪畫 這個還會繼續再推下去 所以這個草皮 這個草皮根公園它扮演一個 表演場的一個概念 原來是一個應該是多功能的公園 我想到大家可以利用的 全部來利用 它又是一個表演場所 又是一個露營場所 又是一個運動場所 我一直在強調延續 一些事情做了 對了就一直延續 因為是牽涉到他們的認同 一路來是他們也學好東西 他們也對自己很肯定 會有成就感 不會說 傳統就是說 很像鄉下的人都拿刺頭 什麼都不會 只會 只會做一些東西 他們現在也有點 學習 像知識人一樣 有點知道禮儀 他們也有容易感 所以目前這些繼續往前走OK 架構應該都算設計的不錯 就是繼續往前 像在社區這個小小的社區來 處處傳媒到社區基民的腳速和用心 在社區看待社會 真後面理事長的斷念之下 將社區基民鼓起作為 共同為著學社區 竟然好的目標 持續努力 打給蒜頭大鍋 羽肉片 連接瀕子六甲 橫跨在瀕子溪 它令人驚艷 它早中晚都不一樣 它得到工程界的君子獎 以及金安獎 沐公國寶 青花石典雅的造型 日夜輝映 連城一線 嘉義新地標 歡迎來家 來家 不想回家 新嘉義 新嘉義 因為這樣的一個無人機產業 不只是國防的 它還涉及到民間 所以它可以帶動 所有這邊產業居落的發展 會變成未來嘉義的亮點產業 那我想這個才是整個嘉義 跟其他縣市 可以發展出不同道路的 一個很重要的路線 我們展現長期以來 支援台湖的糧食生產 讓我們沒有後腹之用 我們也非常高興看到 我們嘉義縣有一個新的發展 也就是將未來世代最重要的產業 能夠在這裡落腳 在這裡深圳